恐龙的灭绝,有各种各样的论述,其中最权威的是地球被有时击中,导致恐龙灭绝,其实我的观点与是学家们的推断截然不同,它既不是什么有时撞地球说,也不是因地球气象突变而引起的所谓山洪爆发说等等,根据大自然优胜劣汰的打折,恐龙这一物种,一开始就注定了它们是被淘汰的对象,由于它们是亮大的惊人。 地球根本无法承载它们的消耗,长此以往能给它们提供的食物,必然会消耗殆尽,人类的出现,只不过是加速了它们消亡的进程,由于找不到吃的它们,甚至有时候还会吃同类,一度甚至白质都赶不上被吃掉的节奏,再加上自从有了我们人类,自然而然就会排挤它们的生存空间,于是,人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它们的敌人。 所谓弱肉强食,食肉恐龙会经常捕食人类和人类圈养的家畜,而食草恐龙也会偷吃人类中的庄家,人类忍不可忍,被迫反击。 那么打不过恐龙怎么办呢?于是它们想出了一个好办法,它们趁恐龙出去饮食的时候,去捕它们的恐龙蛋。 后来发现甚至还可以使用,而且味道还不错,恐龙的后代越来越少之之灭绝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